市建局開展皇后大道西 貴鄉街一個重建項目 市建局的人員星期五到場 進行人口凍結工作 項目預料2024年相半年 正式提出收購 不少居住在重建項目範圍當中的住戶 對重建項目表示歡迎 陳先生住在近皇后大道西的 六層高堂樓四十多年 他的單位出現嚴重碩屎剝落 鋼筋外露 而且有雨水滲漏的情況 斷斷續續花費了近十多萬的積蓄執漏 但因為經濟問題 沒辦法搬來單位 對呀 自己自己收補樓落得很嚴重 經常會滲漏 石絲網樓 他表示如果落實重建 希望能夠以樓換樓的方式園區重建 除了皇后大道西的幾棟堂樓 貴鄉街一帶的昌桂樓 及永桂樓 亦都是重建項目之一 文小姐住在昌桂樓的 一個三百多尺單位 他說對事件局重建感到開心 重建當然好 大家都好 如果價錢合理 我們搬走也會開心一點 如果能夠在這個地方 這條街又有自分感 當然好 他表示早前已經有地產商向街坊欺商 部分街坊已經搬走 但地產商開價每呎兩萬多元 收購價連舊樓都換不到 所以沒有接受要求 即使換舊樓都換不到 當然不想搬來搬去 在區內居住 並且擺檔做占卜四十幾年的譚先生 說當時只是花費了九十萬買入單位 形容大廈所住的位置環境不足 由於他仍然會為街坊占卜 因此希望在園區安置 重建我支持 不過暫時我搬開都可以 如果給我這條街的單位 任何選擇一個我就來了 我就起床了 你的人都要換新衣服 不要緊要的 就換新不要緊要 一定要整理一下也好 沒理由說不重建幾十年 甚麼東西重建 你自己的房子都會維修